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丁尼辉对阵塞尔比的一场比赛 在这局比赛中 丁尼辉也是发挥出了神乎其神的一杆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首先这一杆塞尔比是没打劲漏机会的 右下方抵蛋 向下吃酷的一个角度 这样弹酷起来就可以直接要到黑球 而且黑球上方的这四颗也不是太难 别看塞尔比之前是领先了44分 这个优势并不大 球形简单 这个领先优势大不大也是看球形的 看看黑球要不要去带一下 选择了直接单轿没问题的 下方的三颗最下方 切近 切近以后黑球角度留的也是不错 稍微一点向上 这种角度单轿的话可以选择中高杆往上一推 保位了 把红切红 黑球留了一个偏大的角度 向下弹一裤 把劲 母球走少了 这一杆就相当难了 这一杆 角度留的这是太大了 偷了 没有打进 好像 咖啡球挡住了 没有挡住 没有挡住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 直接留了一杆长弹 看塞尔比 嗯 塞尔比轻松打进这一颗 打进以后连接上黑球 好 看最后一颗红球的效尾 如果说叫到的话 这局电竹会有可能丢掉的 打进以后连接下来 黄球还叫到 要没了呀 这局 给先23 台面27 再打进黄球 延分了 哎呦 这一杆黄球没打进 出意外了 那现在分数还够 27分 定竞会要来一杆长台了 薄了 比赛看到现在似乎还比较平平无奇 不要着急 定竞会的这个操作马上就来 黄球打跑翻上去 不过并没有挡住 黄球还是可以直接看到 啊 看定竞会开始秀了 哎 你以为我只是切薄鞭 我其实打的是翻底带 哇 看看近了 定竞会自己打完自己都笑了啊 神奇的一杆 啊 但是啊 但是这个绿球并没有下球点可以打的 直接打一个薄鞭 或者把绿球翻走 看看有没有挡住咖啡球好像是吃到了一点点 那打的话就得带一点扎干 扎到 这杆可以顺势做它一干 把绿球打走 母球往篮球后面一藏 就是这么设计的 两裤可以勾 来 给个线路 这局比赛也是用时30分钟 勾到 勾到会不会漏呢 有长台的机会 带着后手 没打听 当然也没漏机会啊 好 给到了这个塞尔比做球的机会 贴住粉球 这样的话 长架杆 从顶裤弹一裤来解 有难度的这个 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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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一番 粉球还是挡住了 衣库解套 这样会留长牌啊 看似而别 好球 长台打线 看母球 看母球 别甩 吃到了带脚 塞尔比也是 醉了 这两端的运气 很明显没有站在塞尔比这边 当然咖啡球也够用了 咖啡球那剩下的 就没有什么悬面了 超分了 以为会藏到咖啡球的下方 但是还给到了一点角度 打进 这样的话 3比2 塞尔比领先一局